計畫產品這塊算是蠻有興趣的 一對一和主管面試 這位林先生五年財塊經驗 拼轉職 搭旅宿業缺工順風車 我們目前是在財塊相關的行業裡面 那大約一個月的話 換算下來就是平均大概是四萬左右 那目前應徵的這個職務 就是產品規劃師的部分 那他起薪可能是三萬出頭 但是他因為他還有獎金的部分 可以靠自己爭取 自己薪水自己拼 林先生想靠旅遊業獎金制脫離死薪水 看看這一場雄師旅行社爭才 開缺五百名 其他同業也有缺 三富旅遊要增六百位 鳳凰旅遊也開缺兩百人 密飛網預計增加三到五成人力 同業人才搶得凶 不得不把薪水往上調 我們的確是全部都是往上增加的薪資 整個範圍大概比大概13%左右 以吹最兇的業務員來說 疫情前底薪不到三萬元 現在調到三萬二以上 加上獎金年薪有望破百萬 但光靠薪資又因吸引旅遊業小白 或許有機會 但想找回老鳥不容易 另樣休假賺外快 他是小業平時任職飯店 下巴今天拆跑跑外送 但他的同業們因為疫情 一個一個離開業界 轉職跑外送多半一去不回頭 外送的薪水就是看自己的能力 跑多少賺多少 然後時間比較彈性 又比較有自由性 外送靠街燈賺多賺少自己掌握 加上時間相較有彈性 旅遊業缺工想把救員工找回來 恐怕得多想想辦法 靜新聞外亞天皇貴偉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